继之前从高空鸟看祖国宝岛海岸线之后 解放军东部战区飞行员15号直接俯瞰澎湖列岛 台军方却又一次上演自欺欺人戏法 便称解放军军机没有靠近澎湖列岛 甚至倒打一耙说是大陆在对台发动所谓认知战 到底是真傻还是以为民众傻 我们这样子看 8月4号11枚导弹其中4枚飞越台海上空 事实上台湾的热山雷达已经掌握住 我们掌握的时间比日本还要少 结果是日本公布 台湾居然不公布 怕什么影响军心 那日本公布的准还是台湾公布的准 当然是台湾公布的准 台湾的热山雷达已经掌握到它的轨迹 况且直接穿越了两条山脉 中央山脉跟雪山山脉的上空 蔡英文他就派了一个人到横山指挥所 他说他反对公布 那换句话说这个是渔民政策 还有第二个 他说空情这一些 左卫看到澎湖列岛啊 看到中央山脉啊等等那些 导弹都能够穿越了 那你不要说基建 但是他就是怕说我们战备需求的提高 对他选情不利 他就是怕制造这种对立的氛围之下 把那个中间选票完全跑光嘛 所以蔡英文他们现在一而再 再而三的他操作这个议题 对他不利的他不公布 那对他有利的他就拼命公布